两面素挪与摩旭罗爆发大战 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摩旭罗手握利刃一刀斩下 素挪盲一个纵月翻身躲开 同时骑在摩旭罗的脑袋上开始发力 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狂暴的斩机穿透肉体 直接将身后的百层高楼一分为二 摩旭罗巨大的身体轰然倒地 从脑袋到腹部都出现了一道可怕的贯穿伤口 但素挪仍不敢有丝毫大意 如果他猜的没错 这个怪物马上就会再站起来 随着头顶圆盘缓缓转动 摩旭罗身上的伤口瞬间痊愈 头顶的圆盘没转动一次 摩旭罗的伤口就会痊愈 而且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如果素挪猜的没错 摩旭罗的能力就是不断进化不断适应 素挪黑黑冷笑 摩旭罗的强大远超预期 反倒让他对浮黑更感兴趣 下一秒素挪双手结印展开领域 巨大的海骨之山拔地而起 这就是素挪的领域力量 齐名为服摩玉厨子 避免浮黑受到牵连 特意将领域半径缩减到了140米 与此同时 之前被狗卷救下的幸存者 都躲在车站附近的一幢大楼内 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两面素挪的猎杀目标 素挪的斩机分为两种 其一是普通的斩机解 其二是根据咒力强弱不断调整 从而给对手致命一击的斩机吧 在领域展开之后 素挪的斩机就会无差别攻击领域内的一切事物 对非生物使用解 对具有骤力的生物使用吧 而且更可怕的是 所有被斩机命中的人都不会死去 哪怕被切成一片片细胞 他们也能感知到那极致的痛苦 直到素挪收回领域才能彻底解决 这才是真正的千刀万剐 在解合吧的攻击下 领域内的楼房和人类被尽数分解 处于领域中心的摩虚罗 更是被砍成了一堆烂肉 素挪已经想到了击败摩虚罗的方法 那就是在他适应之前将其歼灭 不得不说素挪的斩机很有效果 在承受数分钟的斩机之后 摩虚罗的气息开始变弱 摩虚罗刚要转动头顶的法盘 原地回血 素挪就已经凝聚 骤力射出了古刀神剑 炙热的火光伴随着爆炸直冲天际 最强是神摩虚罗尸骨无存 战斗结束 素挪拎着大法盘走了回来 远处的春泰已经彻底看傻 站在原地甚至连一根手指都不敢动 还好素挪并不打算杀他 说了一声快滚就转身离开 春泰颤抖着身子拔腿就跑 心里默念自己今天真是太走运了 春泰的术士就是积攒奇迹 他会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小奇迹积攒下来 每当遇到危险时 这些小奇迹就会自动释放保护主 但这一次他的奇迹似乎失效了 春泰当跑出没多远 他的身体就被干脆利落的一分为二 原来春泰积攒的那点小奇迹 早就在与七海之前的战斗中用光了 与此同时 守在色谷外围的叶鹅和萧子也见证了一个奇迹 浮黑的身体如瞬一般突然出现 叶鹅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他刚才似乎看到了虎杖的身影 但那家伙的气息却和以往完全不同